结果 第一个你要面临DEO 就是资料的正规化 那一样 前面的话有代号档 员工 客户 商品 什么销货单头 然后呢 资料组档 也就是要把前面这边 全部变成资料组档里面查得到的 跟各位讲 这个资料来源 实际上本来就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只是说把资料库的东西倒到Excel里面 也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能不能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那只是说你可能要慢慢了解到那个关联 因为 一般现在资料库都知道关联是资料库 也就是互相一层一层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 假设你切到代号档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话有所谓的 限制代号 跟限制名称 部门代号 部门名称 分类代号 分类名称 那当然有一个代号有一个名称 分类名称其实指的是应该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商品的名称 比如说汇流牌 记忆体 这应该是PC硬体的公司 那我们如果要查什么 接下来第二个 员工 比如说我要查什么 查部门名称 部门名称 那可以怎么查呢 也一层一层的关系 这边的话呢 可以借由什么 部门代号 把部门名称给查到 那部门代号跟部门名称对照表在哪里呢 其实在前面 这边就有了 所以你也许可以怎么想想看 可以先建一个 不过我建议啦 尽量 还是用名称来代替 所以呢这边的话你也许你可以 选取什么呢 选取这个 这个第2到 这个1的最下面一列 那一般选取这样啦 干脆你就 横向选取两列 两栏 然后Ctrl-Street向下 这样子 OK Ctrl-Street向下 因为如果你要 另外一个 Ctrl-Street向右 向下也可以啦 也可以这样这种方法 那不过 这个方法 然后定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部门好了 或者叫部门表 OK加个部门 部门表 比如说部门加个 那记得输入在哪里 输入到这个地方 输入到上面 输入错误了 输入到这里 加个部门 部门表 Enter 但是 跟各位讲一下 名称定义 会可能 发生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 你如果定义好的名称 那以后呢 可能会有种状况是什么样 以后可能 又会多一个部门 或者是说突然 有某个部门被裁 掉了 那怎么办 你如果删掉或增加 删掉好像没有关系 但如果增加会 找不到 所以理论上 以这个例子来看 公司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我们 这边有一个 本来 请各位注意一下 里面本来有的先删掉 先把它删掉 因为 我们重新建立 比较清楚 不然有些已经建立好 也会搞不清楚哪些已经建立 哪些没有建立 我们干脆 删掉重来 记得这部门叫部门表 这个 那记得就是说呢 我建议 以后你可以 再建立部门表 可以多预留一个空间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会增加 增加的话 那反正底下有一个 空间 你增加它就自动 你就不用去修改那个范围 你会想说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不会影响 反正就是 会有多的东 就是没有对照到而已 不会有任何影响 反而是怕说未来你资料增加 他没有补上而已 所以这边加个部门表 OK那我们Enter 那再来的话就是 员工 利用 代号去查到他 所以插入那个函数里面找到Vero函数 然后针对呢这个value 哪个value就是 他的部门代号 去找到他的f 那个什么呢 f3 找到部门表 然后呢 第几栏呢 第二栏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 查的话 一定查第二栏 然后呢 带回来的东西的话 要完全比对 OK 按一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码 这个所有的话 就可以马上帮我把 部门名称的全部查完了 当然呢 这里面的话我刚好预留啦 所以预留的话 其实并不会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预留的 他下面这边会 有留一些空间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多几个 部门名称加上去 他一样 也会work正常 不会因为说你多了几个空白 而造成错误 OK 第一个 那名称部分呢 请各位先删除 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呢 可以先试试看 客户啦 商品啦 商品单头 这些 也许可以试做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12个问题 先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